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小孩方面的这些手上的纹路 这个小孩子出生的手掌 我们反映在成年人身上的就是 父母身上的就是这个孩子线 双重生活线 还有这个家庭介质线 手腕线 小指长等等这些特点 在小指跟小指根部的水星丘的位置 这个位置跟荷尔蒙的分泌有关系 也跟这个女性的生殖有关系 首先一个在生命线 被生命线包围的底部区域 金星丘这个地方比较凸起 那么金星丘代表爱心静活力 这种丘味 如果是这个地方比较隆起 很饱满的话 是这个充满生命力 充满爱意 并且呢会育有一个孩子 那么另外呢 这个金星丘的垂直线 也是表达这个恋爱运势 和能量的一个小山丘 那么如果是那个地方呢 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垂直线 有很多的情感浪漫 和这个有关 这个生殖方面也是比较强 这个如果是线条又黑又长 男孩可能会出生 如果是这条线呢 比较细比较浅 就会生女孩 这是从这个首相的角度 去看这个生小孩的一些运势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的内容呢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下一期我们具体讲一讲 这个有关小孩的一些纹路 包括双重生命线 家族近日线等等 好 下期再见